正确的姿势 作者Harry Smith Hampshire翻译 Abelina Dance News 1821 对标准舞的得奖人或选手而言 正确的身体姿势是所有舞者皆需给予高度重视的 不论是男选手或女选手 正确姿势的传统观念是建立在延伸的身体这项原则之上 也就是高高的站住 舞者的身体必须像小提琴琴弦一样调整好 尤其是表示舞者的主要肌肉群 腹部及身体中间区域向上拉伸 随着选手风格的发展 这部分的训练必须持续进行 不论是练习或比赛 每对选手每次一开始握持 就必须将伸展应用进去 从尾骨一直向上的整个脊柱之伸展 这感觉可比做像是要从双脚把身体的躯体拉起来 非常重要的是 即使收缩膝盖坐着升和降中较低的部分 或是探戈特有膝盖压缩的姿势时 患有的身体伸展仍需维持 该注意的是正确的延展身体 但不包括扩张胸部 不论你们是选手或得奖人 当你们离开舞池时 若人们走向你们并且说你们的 舞蹈让人觉得你们高出了许多的话 你们就会知道自己已达成正确的伸展的姿势 要了解这项原则的追求是否有效 可想想那些现任的国际顶尖的职业冠军们 或是脑中回忆一下那些刚退休冠军们漂亮的姿势 Hilton夫妇、Burikis夫妇 Sciavo和他的两位舞伴Alzantone和Mariner 在这方面的观念的展现都是非常漂亮的 未曾显露快要做下的样子 这也是用于过去Grand Slam的职业冠军们 他们全都受过良好的训练 来产生完全伸展的身体 有些迹象显示 部分选手不够重视这种身体的调整 下线的臀部在某些比赛或锦标赛 仍会见到 有些照片迷人的选手却有着锤下的臀部 几乎像是要做下来的样子 另一项会影响做出正确姿势的因素 是选手们倾向于去做越来越长的踏步 过分重视了舞池中大的移动 重视移动的数量 优于移动的品质似乎是像不合理的想法 尤其是它让人失去好姿势 需谨记在心的是 一对舞伴给裁判的第一印象 在于其任何时刻皆呈现出的外形 例如当我专注于一对选手正要进入虎步的羽步时 我期待看到的是当反身动作 CBM运用后 正确的身体角度及优良的姿势 男士的左侧需移动进去引导女士 需精准地跟随着角度 同时我也期待看到两个搭档有着延展的身体 臀部线条没有间断 再次强调 当强烈的收缩膝盖要进入反向抑制步 contractic 倾斜部oversweights及弓箭部 Longeley的动作时 特别要注意不要失掉应有的身体伸展 在这篇文章 《我主要堂》会影响舞伴姿势的重要基础原则之一 尚有其他关联的原则 整体累积即可呈现出掌握艺术风格的一对舞伴 作者Harry Smith Hampshire翻译 Ebolina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